大城長城是個非常有品牌的一個公司 那從原本開始的這個初級的農業 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是一個跨國的企業 那特別是董事長也是一個非常這個 經營很好的企業家 在目前是在哈佛商州裡面 這個中文裡面是100大的這個CEO 其中他特別是在食品界的裡面的第一名 那可以說帶領整個的集團非常的用心 那我們彰化也是一個這個蓄產大線 那一年有34億顆的一個蛋的一個生產 那特別是配合他們也配合政府的一個這個席選 所以在大城這個區塊 那做了這樣的一個這個現代化的 而且是最新型的一個投資 包括他的這個自動化 包括他的一個這個大數據等等 那透過這樣的話可以進而再輔導 我們最原始的這一些養雞戶他們的一個這個生長 那可以說全部都用這個自動化的一個過程中符合 我們現在很最新的一個這個食品的一個安全 那我相信這個完了之後對於我們這附近的民眾來講 養雞戶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大的福音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習選我們可以給消費者更好的一個這個 品質好的一個這個食品安全的一個蛋 那我們平均台灣每個人大概一年有300顆的蛋的一個量 那可以說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營養來源 那我相信透過這樣從我們初級一直到最後的一個這個習選 那未來對於整個彰化線的一個這個養雞的一個這個相關的 雞蛋的一個業務會有更有加持 那也要謝謝他們選擇在我們大城投資 那這個投資案大概有7億多的一個經費 可以創造我們大城地區大概有80個人的一個這個工作機會 我們也期許說有更多的鄉親一起回來地方跟我們一起來打拼